欢迎收看由粉酒中国酒魂独家冠名播出的特别节目味道 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的益阳市 这里位于洞庭湖的南岸有着丰富的水资源 不过呢现在这个时节正好赶上了当地的禁渝期 那么禁渝期会进驻当地人的口腹之域吗 禁渝期里当地人的餐桌上又会有哪些美味呢 马上开始我们的调查吧 益阳市八百里洞庭榆米之乡的中心地带 丰富的水资源也让养鸭成了当地人的事业 鸭蛋补下从不缺席 因为性粮具有滋阴清费的作用 所以是种下时节的佳品 不过新鲜鸭蛋因为本身具有腥味 很少被直接食用 所以益阳人对它的变身皮蛋无比钟爱 据说一天不吃就觉得少了点什么 所以我的味道调查就从一家生产皮蛋的老厂开始 大哥您好 好好好 这是咱们的场子是吧 对对对 看看益阳皮蛋究竟有何魅力 能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 他们这一步是在做什么呢 他们是选蛋 那怎么选法呢 就是它和手手敲耳朵听 那个沙哑的就是坏蛋 那个弯弯弯的 弯弯弯的 这样吧 大哥您来教我一下 就怎么通过听声音能辨别出来 这个坏蛋是沙哑 这个坏蛋它是听起来比较雅 这是比较闷的 这个是比较 脆的闷 还真是 这两个一对比真是不一样 鲜鸭蛋想要变身为皮蛋 第一关就要闯过这听声变蛋的严密环节 我身边的陈志安大哥是在皮蛋厂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员工 他告诉我听声变蛋的准确率高达99.5% 有时候鲜蛋上的细微裂纹是肉眼看不见的 但发闷的声音是骗不了人的 这种严格的把关可以防止 脆裂纹的鸭蛋在腌制时 液体渗入而影响口感 这里面腌的就是松花蛋是吗 对对对 那这里头这个蛋腌了多长时间了 腌了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 那你如何判断它已经好了呢 我感觉到它 就通过这个抛的动作 它是那个谈味要很 有点抛性有点弹性 听着声音它就是比较实诚了 拿在手里它也不晃动 我们打开里头看看好不好 里面就是糖心的了 很好吃 一块拉丝呢 你觉得糖心的这个口感 可能要比它 软吗 特别软 特别滑 很黏的那种口感 其实吃蛋的话就是要吃那个 越嫩的越好吃 越嫩的越好吃 皮蛋的腌制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过程 如今的生产水平 已经达到无鲜皮蛋的标准 鲜蛋在碱性溶液中浸泡 蛋清和蛋黄就会从液态慢慢凝固 颜色也会逐渐加深 蛋白质分子聚集 形成蛋白质凝胶 让皮蛋具有超强的弹性 同时 溶液中的一些金属离子 通过蛋壳渗入内部 生成了不溶于蛋白的氨基酸盐 所以就以几何形状结晶出来 仿佛雪花一般形成了美丽的松花 这也是皮蛋又叫松花蛋的原因 不过想要登上异洋人的餐桌 皮蛋还得在神灯下照一照 比如说这个饭的话 里面是个水皮蛋的 感觉好像都是水水的 就是透明的感觉 它是铁壳 铁壳 铁壳就没有毛巾梗 就是铁壳 这个料液不能渗透到里面去 这等于它不能呼吸 所以它就不可能形成松花蛋 对 除了能辨别好坏之外 就是能不能辨别 它这个时间的成果 比如说这个 这个20天 那么准确 这个15天 就是看颜色 比如说这个 这个白一些 这个比这个白的 也是要深一点 本节目指定用品 由连续20年全国销量领先的 恒顺香醋提供 根据腌制时间的长短 皮蛋会呈现出 溏心和沙心的不同质感 皮蛋是我国独有的风味氮制品 腌制后出现了特殊的香气 凉拌皮蛋是最家常的吃法 加少许醋可以抵消一些皮蛋中的碱味 但易洋人吃皮蛋可不只是这么简单 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提鲜的食材 跟青菜或者肉一起炒着吃 皮蛋在腌制时 蛋白质分解产生大量氨基酸 这就是皮蛋吃起来更加鲜美的秘密 不过要想满足易洋人的口腹之欲 光有皮蛋是不够的 他们也喜欢鸭蛋的另一种变身 而此时正埋藏在一种种下时节的大众美食里 大姐 这就是咱们包在里头的那个咸鸭蛋黄 你看一个一个的颜色特别的诱人 那种火红火红的感觉 是不是 这现在是熟的吗 熟的 这是生的 这是包进去煮完之后才熟的 粽子带咸鸭蛋都可以吃了 是不是 真好 看着就很有食欲 这里头就是只有一个虾蛋黄 不放别的 就加上米 是吧 对 这一颗颗橘红色的诱人咸蛋黄 看上去就让人垂涎欲滴 更别说满足易洋人的口腹之欲了 咸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磷汁和氨基酸 而且鸭蛋在腌制之后 钙 铁 磷等矿物质元素的含量 比新鲜鸭蛋还要高 所以 易洋人在粽子里只需放上一颗咸鸭蛋黄 就能变成夏季餐桌上的能量包 蒸熟之后 紧实的糯米中裹挟着咸蛋黄溢出的鲜香油脂 沙沙绵绵的蛋黄口感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皮蛋和咸蛋黄都以各自的优势 在鲜鱼期里满足着易洋人的口腹之欲 但皮蛋厂食堂大厨赵吉平觉得这些吃法还不够极致 非要给我来个彩蛋 这又唱的是哪出呢 赵大哥 您是咱们厂子里食堂的大厨是不是 对 那您对皮蛋肯定特别了解了 那您自己爱吃皮蛋吗 爱吃 我每天吃五个 每天吃五个那么爱吃啊 这个皮蛋吃在这个里面很舒服 很舒服 嗯 还有清火 对 就是我们出去买这个松花蛋 就是我一般都不知道怎么挑 您来教教大家好不好 好 那我就告诉你 你就用自己的这个手指头 扣一下 它里面的蛋黄就是薄薄的挑 这个特别明显 对不对 就你就感觉它里面有一个震动会弹在里头 对对对 这个蛋就是最好的蛋 最好的蛋是有弹性的 对对对 这个包皮蛋有没有什么技巧 这个包皮蛋有做技巧 嗯 然后用手这样按是吧 对对对 就转圈 哦 还真是 它就这样半个壳就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砸一下 然后用手一捏 对 它就裂开了 对对对 哦 哎 又掌握了一本技巧 哎 又掌握了一本技巧 哎 跟着这皮蛋专家果然是不一样啊 以后处理皮蛋各种就很方便了啊 嗯 从赵大哥这儿学到的皮蛋挑选法和包蛋法 亲民又好用 不过此时我又发现桌上还有鸡蛋和咸蛋黄 他告诉我 这些就是制作彩蛋的原料 原来彩蛋指的是一道菜啊 我还真是无法想象这三种蛋要怎么结合 于是就按照他说的 先把鸡蛋青取出来 再把咸蛋黄切成丁 接下来就是把皮蛋也切成丁 可这一步最让我抓狂 究竟怎么切皮蛋才能好看又不粘刀呢 赵大哥给我亮出了他的切蛋神器 咱们这是用专门的这个切蛋器来切的 对对对 把它的蛋放在上面 等于它上面也是这个是特别细的线吗 对 这样就能切成直接切成一片一片的了 对对 那你看果然是这个切蛋神器 这样一压过来之后就变成这样一片一片的了 从来没有从这种角度看过皮蛋 就觉得它特别好看 一圈一圈跟那个年轮似的 你看这样我给你看 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是不是 这打开了一个观看皮蛋的新角度 一圈圈年轮般的花纹 黄中带绿 晶莹劈透 在切蛋神器的帮助下 皮蛋切丁变得容易得多 跟咸蛋黄丁一起放入鸡蛋清理搅拌均匀 然后入锅蒸制 为了防止高温蒸气滴落在彩蛋上影响口感 赵大哥特意用保鲜膜隔离水器 就在我要揭晓彩蛋的真容时 大哥说还要再加入一抹色彩 那又会是什么呢 这就算好了吗 还没有 还没好 对 还要做什么 把它这个大王再浇上去 然后浇上以后浓后 再蒸一下 对 那个颜色很好看 颜色很好看 对 而且这个蛋黄也不会浪费 对 淋上一层鸡蛋黄叶 彩蛋要再蒸制六分钟 艳丽的色块 仿佛各种宝石汇聚一堂 只加入少许盐 三蛋合一的香味碰撞而出 营养被完好保留 没想到 一颗普普通通的鸭蛋 在异洋人手中 却做出了对色 香 味 形的极致追求 果然是让人惊喜期待的彩蛋 你看这个侧面 都能看到这个三种 金黄色 对对对 这个太过瘾了 你细嚼 那个蛋黄是那种沙沙的口感 然后那个油 那个香味都渗透出来了 然后这皮蛋的口感 就稍微的要更弹一些 更脆弹一些 然后再加上这个蛋黄是更香 蛋白起到一个凝固的作用 就觉得这一口吃下去很过瘾 是不是 热炒 凉拌 做粥 包粽子 鸭蛋的变身 无处不在地 称霸着异洋人的餐桌 在艳阳高照的时节 成为补下佳品 让当地人吃得舒爽 吃得畅快 好 好 大 谢谢大家